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元元当年做歌机之时 遇到了副社名士 号称明墨四公子之一的帽屁江 一个是阿罗多姿 美貌与才艺双绝的红装美女 另一个是多才多艺 幽默又多精的翩翩公子 这两人一见面 那就是乌龟贱王吧 对上眼睛 据理借力说 两人共处了有一个多月 如交四妻 好过恩爱 可惜一个月后 茂屁江怡婷别类 带上了另一个歌姬 从小晚陈元元伤心之余 又被崇祯帝的宠臣填满看上 于是两人就此分离 据史料记载 陈元元有个特别之处 那就是她身份特殊 而且多才多艺 很会伺候人 所以就经常被吴三桂利用 每次有兵客斗 吴三桂就会让陈元元出来献一献武 这属于夫人 外交 现在很多人都在用 不是吗 而这 就是小编说的 陈元元被吴三桂利用的地方之一 另外 陈元元懂草药 吴三桂就让她帮自己熬制药善 并做些药诊啥的 据说颇文有效 而且有资料显示 在三藩之乱中 陈元元还经常帮士兵们处理伤口 熬制汤药 客位 这也属于被利用吧 最后 陈元元最大的利用价值 还在于她特殊的身份 其吴三桂的最爱 而当后者被利自成的属下侮辱后 吴三桂就有了充分的借口 打开山海关 让黄太吉和托尔滚长驱之路 改朝换代 而这个借口 黄太吉很喜欢 因为他入关的口号 是为崇祯帝报仇 但是各位 如今吴三桂私自打开了山海关 他是崇祯帝的仇人 是汉奸 如果黄太吉与吴三桂合作 那么他们都会被世人所唾弃 可现在好了 陈元元是吴三桂的至爱 后者是冲冠一路为红颜 换句话说 吴三桂不是在帮黄太吉 也没有背叛崇祯帝 他只是想为自己的女人报仇 这样 他就只是个多情浪子 而不是汉奸了 所以小编才说 黄太吉很喜欢这个借口 至于吴三桂 他利用陈元元给自己挡下了汉奸的罪名 而陈元元多才多艺 又是吴三桂 治爱这个特殊的身份 就这样被吴三桂利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